早晨,大事方面,中美雙方同意按協議進展,分階段取消加徵了的關稅。 首階段的協議將會在未來幾個星期內簽署。 美國的股市在星期四表現良好,導致一度升280點。 不過,其後有消息指,白宮內部其實是強烈反對美國撤銷對華加徵關稅的計劃。 消息拖累美股的升勢周札了,導指收高0.7%,納指和標普500指數在星期四都升了0.3%, 另一方面,資金是再次由避險的資產流出,美國十年期的國債收益率升了11個基點,達到1.92%, 黃金價格更加跌至下三個月的低位,每盎司是1466美元。 昨天港股的情況受惠於中美貿易協議傳出一些正面的消息。 港股下午明顯反彈,升了159點,收於27847。 展望後市而言,投資者對於中美貿易談判的樂觀情緒繼續推動環球股市的表現。 不過,恆子近期已累積了比較可觀的升幅,而且短期的技術走勢已進入超賣狀態。 此外,加上阿里巴巴可能會進行集資活動,都會為港股帶來市場流動性壓力。 短期內行只會受制於288000的阻力位。 反彩方面來說,由於預期5G在2020年的發展前景都會比較樂觀,投資者可以趁低買入一些電信設備和手機零部件的製造商。 今天的個股推介會介紹強勢的醫藥股,就是石藥1093。 在基本面來說,石藥計劃會用收入的1-1.5元作為研發支出,而且創新藥的佔比持續提高。 由2014年的2.5元提高至今年上半年的5.5元。 同時,抗腫瘤的產品線成為了公司新增長點。 股價的近期技術走勢都是向好,我們的目標價是23.5元,指示價是20.5元。 謝謝。 謝謝。